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前一二三年 霍区病才十八岁 当时汉吴帝派魏清率领大军征伐匈奴 同时让魏清提携培养下霍区病这个自家晚辈 那是霍区病第一次上战场 魏清不可能让他当个小兵 但是让他统帅一路人马又不合适 思来想去就拨了八百人让霍区病统领 他也不指望这八百人能做点什么 只要保护好霍区病就行了 结果霍区病一高人胆大 竟然敢带着这八百人脱离了大部队 着战功去了当时魏清背下的胡青 连忙派出伺候搜寻 等到霍区病再次出现的时候 带回了一大堆战利品 原来他端掉了匈奴的一处营帐 经过清点 这八百人在霍区病的率领下 竟然消灭了2028名敌人 行过匈奴相国 当户等高官 斩杀匈奴的介若侯 得到各种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此战绝对算得上大劫了 霍区病因此一战成名 汉武帝认为霍区病永贯三军 因此封其为贯军侯 十亿两千五百户 随行的将士也多有封赏 一代军神的传说由此开始 霍区病危阵匈奴 公元前121年 汉武帝决心控制河西走廊 来获得更多的战略缓冲区域 为了保证整个作战能够成功 汉武帝于当年春季 派霍区病率领一万骑兵 对匈奴发侵扰扰作战 其目的是让匈奴无法休养生息 等作战正式执行的时候 疲惫不堪的匈奴将要面对 严阵以待的汉军 本来吧 这是霍区病第一次指挥一场作战 汉武帝也没对他做太高要求 让匈奴人没法安心睡觉就行了 结果霍区病的表现 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他率领大军接连灭五个匈奴部落 获得了大量人马辞重 追着匈奴人到处跑 最夸张的是 他创造了六天奔袭 一千多里路的记录 平均每天奔袭将近两百里 最后 他还在高兰山下与匈奴大军进行决战 估计他早忘了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了 以损失70%部队为代价 大败匈奴 击杀匈奴的折兰王 砍卢侯王 消灭和俘获的匈奴士兵高达8960人 虽然汉军的伤亡过半 但是取得的成果是数被与损失 而且获去病超额完成任务 直接把当地的匈奴人打得伤筋动骨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实力的 当获去病回到汉朝 紧紧稍作修正 汉武帝便下令汉军开始执行控制河西走廊的作战 汉武帝的计划是 由李广与张谦率部阳公 吸引匈奴人的主力 然后由获去病和公孙敖率大军 端掉匈奴人的后方 失去了大后方的匈奴人 败局已定 这样汉朝便能以较小的损失控制住河西走廊 计划是不错 然而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 想实现这样的大规模联合作战 实在是不容易 结果作战一开始就发生了一系列意外 先是张谦因为一些原因延误了行程 没有按时与李广会施 因为只是阳公部队 加上还分兵了 李广手中只有四千人马 导致李广被匈奴大军包围 李广部与匈奴激战两日 伤亡过半 眼看快撑不住了 好在此时张谦率领一万人马赶到 李广裁剪回了一条命 虽然最后打退了匈奴军队 但是汉军这边也损失惨重 无力继续追击 拖延敌人 可以说 阳公作战是失败了 至于主力部队那边也出了问题 那时候没有导航 连地图也只是粗略地 划出了山水雨道路 结果公孙敖迷路了 李广和张谦好歹还会失了 公孙敖这边干脆连会失都做不到 也就是说整个作战的重弹 全部要倒压到霍去病的身上了 换成别的主帅 估计直接退兵了 而我们的霍去病 根本不在意敌人有多少 看到匈奴人就率军冲上去 一路大战 直接杀戮匈奴腹地 达到后来 当地的匈奴人已经被杀破打了 一看到汉军 要么归降要么逃跑 最终 霍去病以一己之力 率军完成了整个作战 而霍去病的战果更是惊人 竟然消灭了三万两千匈奴士兵 俘获了五个匈奴王 匈奴官员不计其数 攻灭了不计其数的匈奴部落 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里连根拔除 汉朝控制住了整个河西走廊 此战之后 霍去病正是机身名将的行列 而那一年 他才二十岁 风狼拘须 随着汉军捷报频传 汉武帝希望进一步打压匈奴的生存空间 将其彻底赶出漠南地区 于是举全国之力 制定了一次大作战 上一次的作战时 汉武帝意识到 在以往无际的草原上 会发生很多意外 制定的计划越详细越容易出问题 于是这一次 汉武帝反其道而行之 不要什么周密计划了 直接让魏清和霍去病 各率五万大军 各自为战扫荡草原 至于这仗怎么打 让他们自己判断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 以后漠南地区不能看到一个匈奴人 魏清的运气差一些 他遇到了匈奴缠鱼的主力部队 虽然他成功击败了对方 但是由于中途刮起封杀 使得匈奴缠鱼 率领几百清卫顺利逃脱 最后 由于封杀所组 魏清只得率军回朝 而霍去病的运气则好了许多 他一如既往的率领大军深入匈奴腹地 他的部队翻过黎侯山 掠过宫驴河 行军两千多里 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匈奴的大后方 直接打了匈奴一个措手不及 当时 驻扎在附近的匈奴左贤王 得到消息后 立刻抽掉附近所有有生力量 妄图以数量优势消灭这支汉军 然而他不知道 这支汉军的主帅叫霍去病 双方军队接战不久 左贤王就知道对方不简单了 然而此时他已经不能退后了 这里是匈奴的大后方 一旦他退了 这么多族人的下场可想而知 横树都是死 还不如拼一拼 此战打敌昏天地暗 双方反复地冲击 厮杀 都在拼命 然而笑到最后的是汉军 因为他们有神勇无敌的霍去病 此战 霍去病一路横扫末南 一直打到大人的兵力 他有派出偏师 殲灭匈奴军队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 扶过匈奴囤头王 韩王等官员八十三人 获得粮草资重无数 而汉军仅损失了不到一万人 这在古代战争史上绝对算一个奇迹 此战过后 墨南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匈奴势力了 霍去病一路横扫墨南 所过之处 匈奴部落不是被消灭 就是望风而逃 霍去病的部队一直打到狼狙须山才停下来 他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 后人将此举称作封狼居须 以为建立了显赫功勋 经此大战 匈奴在墨南地区的势里被一扫而光 剩下的匈奴人只能在匈奴缠余的率领下 归缩于墨北地区瑟瑟发抖 祈祷汉军别来这苦寒之地找他们 与此同时 霍去病的声望也达到了齐人身巅峰 在朝中他的地位已经和大将军为清不相上下了 霍去病碾压匈奴骑兵的秘密 虽然匈奴骑兵的骑射水平确实要高于汉军 但是也高不出多少 毕竟他们不像后来的那些草原民族 将劫略当作谋生手段 对于匈奴人来说 游牧才是他们的主业 如果不是遭遇天灾 他们不会轻易南下的 这也就导致他们的攻马贤熟程度 远不如后世的游牧民族 汉军只要勤于训练 与匈奴人的差距并不大 然而在其他方面 匈奴骑兵则全面被霍去病的率领的汉军碾压 因此每次遇到霍去病 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首先霍去病作战勇猛 从不畏缩 俗话说将是军中胆 一将无能为死三军 想要让军队发挥出超凡的战斗力 需要让勇猛果敢的将领 来统率大军 而霍去病正是这种将领 他年纪轻轻 便被委以重任率领大军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 他对匈奴人没有一丝畏惧 在他看来 那就是一堆军功罢了 每次作战都是勇往直前 在他的带领下 汉军自然各个汉不畏死 敢于和匈奴人拼命 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才是霍去病的军队 百战百胜最大的秘诀 其次 霍去病的战术很厉害 从霍去病的历次战斗中 我们不难发现 霍去病善于长途奔袭 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下手 在那个年代情报匮乏 没有导航定位 地图也模糊 他能做到这些简直是奇迹 比如他封狼居虚的那一次 他率领汉军翻山越河 奔袭两千多里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匈奴的大后方 最后 匈奴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 一败再败 这在兵法上较有心算无心 在战斗开始之前 霍去病已经赢了一半 其三 霍去病的军队都是汉军中的精锐 霍去病手下的将士 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 比如攻打河西走廊前的侵扰作战 霍去病只有一万人马 但是责任却很重大 所以他率领的都是精兵 而封狼居虚的时候更加夸张 汉无敌直接让霍去病自己挑选部队 他挑选的都是年富力强 九经沙场的老兵 这才能完成那么高难度的作战 如果把他手下的部队换成新兵 估计他也打不了那么多漂亮仗了 其次 汉朝兵力远超匈奴 匈奴的巅峰时期 应该是莫独禅于统治时期 然而即使是莫独禅于 也拿汉朝没办法 他最好的战绩 也就是白灯之围罢了 当时莫独用小谷部队引诱刘邦率领的 汉军孤军深入 然后将其围困在白灯山 当时匈奴骑兵据说有四十万 这已经是匈奴所能抽掉的所有人马 然而在围攻白灯山上的十万汉军不久后 匈奴却撤军了 因为汉朝的二十万后续部队快到达了 当然 四十万打三十万 匈奴也不怕 可怕的是这样事态会发展成全面战争 当时汉朝经历了连番大战 人口凋零 即使如此 汉朝能动员的举国之兵 也有一百万人 很明显 匈奴打不起消耗战 因为人口处于绝对劣势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朝的军队数倍于刘邦时期 而匈奴反而更加衰弱了 兵力只会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 匈奴打仗顾忌重重 而汉军则毫无顾忌 这样的两支军队打起来 匈奴败了也不奇怪 其五 或许并擅长以战养战 汉军出赛作战 最大的弱点便是后勤 很多作战方案无法实行 便是受到后勤能力的拖累 然而我们观察 或去病的战斗 可以发现 他的战术明显后勤是跟不上的 所以他总喜欢超人家老家 不仅军功有了 补给也有了 这便是以战养战 大概第一次这么做是无心之举 然后尝到甜头后的或去病 爱上了这种作战方式 于是到了后来 他的每次作战 基本都是靠以战养战 这才能摆脱后勤的拖累 随随便便就追敌千里 获得巨大战果 其六 汉军的武器装备远胜于匈奴 中原国家 自从春秋以来变战乱不断 各国之间不断征伐 这也导致了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神速 到了西汉时期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中原的武器 已经甩匈奴人几十条街了 汉朝的弓箭不仅射程和威力远超匈奴 更可怕的是 可以大批量生产 至于箭矢 更是永远用不完 而甲咒方面 汉军的甲咒 可以有效抵御匈奴的箭矢 防护关键部位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 双方每次交战 汉军总是能以较小的代价 消灭数倍的敌人 可以说 匈奴骑兵在骑射上的一点点优势 也因此荡然无存 一旦战斗发展到近身肉搏的阶段 那就更没有悬念了 汉军的刀剑 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削铁如泥 而匈奴士兵普遍缺乏防护 最多就是不认人有层皮甲罢了 近战汉军基本无敌 不过等到近战的时候 匈奴军队一般也被打得差不多了 基本都是收尾阶段了 总结 虽然传闻中 匈奴骑兵的骑射战术很强 但是一旦遇到霍区病所率领的汉军 那也只有挨打的份 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技巧都不值一提 当时的汉朝 有位清霍区病这样的超一流将领 又有战无不胜的士兵 所以才有底气喊出 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这样的口号来 而胜利永远都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